这两天开始已经引起了这个热烈讨论 就是侯友宜他抛出了80免巴士 也就是80岁以上的长者呢 取消巴士量表 那么同时包括70到79岁的 癌症二期的长者 一样也是取消巴士量表 那当然这种喘息照护呢 可以说是打动人心 因为最近我相信 很多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那还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这个多年来他们接到相关的陈情无数 那么如今总算有人看到这一块了 所以获得了广大回响 我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行政院也立刻跟上 行政院我们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 就立刻强调 为照顾失能者的需求 减轻家庭负担 所以政府有开始实施长照2.0计划了 但有家庭需要这个看护移工 所以呢政府秉持变民政策 扩大照顾为原则 持续放宽申请移工的门槛 另外一方面除了巴士浪表之外 而行政院也会再研议其他多元方式 而且无关年龄疾病或者是经济能力 好那么当然侯友宜的进办呢 有回应说民党政府愿意拿相跟办 造福民众当然好事一桩 但是呢我国2018年就已经迈入了高龄社会 民进党政府却一直等到选举 才急忙抄袭跟进侯友宜 显见民党眼中只有选票 根本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中 好当然我必须说啦 因为中央有资源 中央资源下去了 那我必须就说 你从选举的角度来看 那当然这也是战略的一环 中央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然就可以相对抵消侯友宜他的政见红利 好那只是没有错啊侯伴讲的一点都没错 那侯友宜不做侯友宜不喊 中央也就不管就当没看到吗 这一次陈建仁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 而且很快哦 很快为什么很快 其实看看数字就知道 我们来看这里头这个部分请拍一下 这个部分是什么 这个就是侯友宜 请顺及拍一下就是这个四天 这四天我们看到侯友宜的舆论声量图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最右上角这边 这就是今天到今天下午为止 就是在讲巴士亮表 然后旁边看到这是礼拜一 郭台铭第一天宣布参选 那天是郭台铭抢走了侯友宜的声量 但我们看底下隔两天 第二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全都是巴士亮表 也就是说巴士亮表 丢出来之后所有探讨侯友宜的 这么热连热三天 到我刚刚看右上角这一张 就是到今天中午为止哦 中午为止谈到侯友宜 还在谈巴士亮表 就是这么热 为什么这么热 因为它的影响性太大了 那么一般人说来不知道 我自己因为在照顾中风的王妈妈 我就是长照家庭 其实大概网友粉丝 其实大概都知道 我经常在谈哦 那么首先就这样子 先讲这个数字 台湾到去年为止 长照家庭大概是80多万户 约莫86万家庭 那么到2026年也就马上两年后就超过一百万 一百万的家庭什么意思 你一百万的家庭都是在照顾 刚刚讲需要巴士亮表或需要有外拥 需要有看护要长照政策的 一百万户是它的影响所及 大概至少六到八个人 它的孩子老先就是老爸爸老妈妈的小孩 他们的孙子都感觉爸妈都要照顾 孙子也要照顾 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 大概一百万家庭有六百万人对于长照 对于巴士亮表是很有感的 所以这当中六百万什么意思啊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就是 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对巴士亮表有感哦 所以这一次其实说实在的 当后有提出巴士亮表 我自己非常有感 那么当然要了解到巴士亮表是这样子 它还是在整个长照 或者是我们在高龄社会有很多 包括失智的 包括现在失能的 生病的中风的 癌症的 也不一定都老的 老爸爸老妈妈还有我们的亲人 其实都包括在里面 可能比如说三四十岁 但是他有重病 他们也要看护也要巴士亮表 但是呢巴士亮表是这样子 巴士亮表不是解决一切的万灵丹 但是大家经常听到巴士亮表 主要就是社会新闻有 我们有看过 就为了个巴士亮表 家人家属在医院跟医生打起来 前阵部有这个新闻 因为太急了 巴士亮表是要来申请外用 申请外籍看护专用的巴士亮表 因为我们通常在照顾会有 我不会讲很复杂 简单就是说 你会有医院诊断证明书 你要诊断有多严重 可是呢巴士亮表 这个部分主要是申请外用用的 你没有 你就是没有办法申请 而且不是说你熊熊跑到医院说 我爸妈要申请他就给你 通常是医师里头 你也要是你 你持续在看你爸妈的这个医生 你不能说跑去医院就挂号说 我要开巴士亮表给你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因为也是年纪大的 也是每个月 前回我一个慢性病都要去医院 经常都会听到说 那边申请巴士亮表 很多大家不熟悉 多严重啊 多需要 而侯友宜非常厉害 非常聪明 非常直接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是四个参选人当中 最早提出关切长照家庭问题 严谨刚刚讲影响所及是2300万人口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会有感的 这样子的政见 所以当推出之后 我们刚刚就看到了嘛 连续三天到今天中午12点之前 都还在热议巴士亮表任后仪 所以给他非常非常正面的肯定 因为其他人都在讲一些高大上 柯文哲在讲高大上 郭台铭 赖清德都在讲高大上的一些议题 没有人从基层去表示 去叙述 而侯友宜丢出来了 但是但是 马上陈建仁就立刻吸纳了 当然我们现在也很清楚知道呢 包括先前的其他的 包括观光政策也好 其实大概侯友宜阵营或在野阵营 只要具体丢出一个民进党政府没有做好 或做得不够好 或其实当然长照也做了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丢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现在变成是在野党像侯友宜的重点的时候 他们一看苗头不对 马上就把你吸纳 就立刻把你吸纳就吸释 然后就使得像包括侯友宜 然后在野阵营里头 就要继续丢出很多的 但是现在丢出来 他们马上就把他吃掉 所以后面要怎么丢 要丢的有技巧也要花点脑筋 可能就要特别指出 像包括巴士亮表在内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 我简单讲是这样子 我不张开来讲了 因为现在其实除了巴士亮表之外 现在其实对于所有 包括我在内的长照家庭 最麻烦的东西 其实就是政府民进党政府 做得非常非常糟糕 非常非常糟糕的 就是包括家里的外籍看护逃跑的问题 外籍看护有来劳工的 去工厂打工的跑掉了 也有外籍看护到家里 照顾老爸老妈妈跑掉了 台湾现在到民进党执政的部分 包括劳动部在这里面 包括现在卫福部的长照司在里面 都没有解释的问题 就外籍看护他们就跑掉了 全台湾现在是超过10万人千惠 10万的外籍看护跑掉了 那么而且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是呢 像我们这样 如果我家的外籍看护自己跑掉了 他们怎么样呢 第一个警察按照道理要去抓 出入境管理局要去处理 没去抓没有认真抓真的真的 外面问没有认真抓 这些外国官就10万人在台湾流窜 他们现在还是到处去看护 因为我们找不到 只好在外面东打厅有没有人来临时 于是跑来了一个外籍看护 他就逃跑在外面的 他现在干嘛 他就一个一天收你两三四千块 因为我们就缺人 我们很紧急他要上班 你就只好咬了牙 知道他是外面看护的 你也没有办法检举他 检举他就没有人帮你的忙了 这里民进党政府七年到现在没有处理 巴士亮表是要请外籍看护 外籍看护跑掉了 民进党都不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要处理 那这里头也应该就是包括侯友宜 如果要继续延伸 长照家庭高龄 以及我们这些成熟阶层的选票 要让2300万的同胞里头 每四个人就要一个有感 除了巴士亮表 还有外籍看护等等的这些问题 可以继续提出 好那希望侯友宜这个政策要继续延伸下去 不过因为在昨天第一时间的时候 顾正让亮哥他这么形容的 他说侯友宜提出巴士亮表这个政策 非常漂亮 那亮哥有透露 他说根据他了解 赖清德阵营很懊恼 他们觉得被侯友宜抢先一步了 所以现在要跟也不是 不跟也不是 所以请教兵哥 侯友宜这一次的政策 可以说真的是打中了 这算是很少见的 就是国民党直接在政策上面 能够直接将到民进党一军 那当然民进党反应也算蛮迅速的 他立刻宣布说就是跟进 对 然后还加码 那甚至实际上 也不只有巴士亮表这个 因为侯友宜总共提出所谓的 医疗五件 那医疗五件薛瑞远也赶快说 没有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那当然他有没有在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那只是他这样讲 那我第一个要请大家就是 我们要持续盯着看 因为民进党常常会怎么样 他说这个我们开始做了 或我们已经在做了 实际上根本什么也没做 所以要紧盯着 搞不好陈建仁是讲归讲 搞不好到最后根本什么也没做 所以一定要盯着看 绝对不能放松 不要让他这样忽溜过去了 那再来呢 就是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民进党这样是见招啊 然后就直接就 就是拿香跟着拜了干嘛 我觉得都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 侯宜提出政见的目的是什么 提出政见的目的 不是只是为了选总统 提出政见的目的是 真的希望国家能够做出改变 能够照顾到人 所以不管是谁去做到 只要他提出了政见 有做到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 民进党现在就算 就是拿香跟着拜 直接去实行了 真的做 我说假设他真的做的状况 你觉得民众只会感谢民进党吗 我觉得不见得 我相信很多人会记得 这是侯友宜提出来的 所以也不用去懊恼说 哇这个功劳就被民进党抢走 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 而是要进一步继续去提政见出来 那我必须恭喜侯友宜就是 他创造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也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统候选人 还没有当选政见就兑现 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那这样也不错 那谁规定只能兑现一个 我希望侯友宜的 对 侯友宜的团队继续打 很多台湾其实面临到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蔡英文上来七年多 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也没有解决 基本上晾在那个地方 动都没在动 那既然都看到这些问题了 就赶快提出来 那会整然后拿出来赶快 如果民进党因为侯友宜再提了 那又再跟就让他跟 很好 他我跟你讲 如果你再提他又跟 再提他又跟 到最后他们就变成笑话 而且表示开始 侯友宜开始主导议题了 是 我觉得这是一直很重要 从以前到现在国民党 打选战除了偶尔提出一些 弊样还能够打中要害之外 基本上很少在议题主导性上 打中要害 实际上去年的9和1大选怎么赢的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论文门 然后一路延伸下来 就变成民进党从不到尾都挨打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击的能力 那现在其实你看今年 今年民进党选举不强喔 你看赖清德 他搞了个半天搞了这些 网军侧翼啊 想要去拉今年选票 弄了一大堆YouTuber的这种东西 结果呢结果累积三个月 YouTube才10万会员 这个非常非常低的数字 这个说真的拿出来给人家笑 如果我是赖清德我提都不提这件事 我当中没当中没这件事 因为拿出来很好笑 那显示民进党这一次 在选战的打法上其实很烂 那为什么到现在赖清德还领先 那其实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在野自己乱 在野自乱阵脚 造成了选民队在野灰心 失去信心 实际上为什么现在 你看这段时间赖清德 明明什么好事也没做 结果他的民调不仅维持在三十几 有的人还把他冲到四十几去 然后结果其他三个人还越来越低 对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一直在大乱斗 就让民众觉得说算了 回家睡觉懒得理你们了 因为你们这些人都在乱 所以现在 何尔宇踏出这一步 我觉得很好 好在哪 就是不要再去跟这些人缠斗 我一直都在讲 何尔宇要抓主导权 要直接展开公式 不要去理这些东西 然后讲民众 你偶尔八卦一下大家会想看 这个八卦已经三个多月了 快烦死了 没有人想看了啦 所以赶快提出能够真正切实可行的政界 提出来 如果能够让对方跟最好 其实对方如果不跟他打你也OK的 因为他打你也会创造话题嘛 那大家就你提出来的话题 开始展开一番论战的话 主导权还是掌握在你手上 而且不要忘记 照理来说民进党是执政党 他的包袱一定是最多的 所以不仅可以打他的Bi 也可以打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断的拉出来打 我相信在野 在野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运作 那就加油了 我觉得难得有一次漂亮的东西 我不希望只是难得 应该要再接再厉 这个整个局势才会扭转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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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